最後一抽的Skin抽 我要女啊 給我女啊 我半磚呀 今天跟大家試玩這遊戲最新推出的 叫做疾兇對決 剛剛推出的已經有弟子叫我拍影片 但是我想先試試 熟習了玩法再跟大家拍影片 現在大家看到我還沒抽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我打到A級 這款遊戲每人一局都會獲得這樣的道具 經過某一段時間就會開一些技能卡給你使用 至於玩法方面是怎樣呢?我現在試一試給大家看 我現在是階級A 階級A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會由C開始打 C,C,B,B,A 我現在基本上沒有抽過 只要一開始送那些我就抽了SR的豬和加攻的大聲攻 我今天拍片主要是跟大家來抽,看看會抽到什麼 上面有些弟子未見過的遊戲,不知道玩什麼,我現在試一試給大家看 但是我是很辛苦用到這套很差的東西打到這裡 所以勝負難料 基本上就是暫時有一個模式叫做搶水晶 我們要搶得越多的水晶 最終時間結束的時候我們就會勝利 我們要做的就是有幾樣東西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撿水晶 第二個就是撿完水晶 去放回自己的基地 基地在哪裡呢?大家可以看看地圖 不一定的,有時候會紅隊有時候會藍隊 我們現在就去到藍隊的基地 去到藍隊的基地的時候我們放下六個水晶 水晶就會被這個基地所保護 就有些像LOL的塔 如果有人來打他,他會發射一些激光 然後會打敵人 我們第三個做法就是去打人 打人會儲我們技能 或者是打一些對方的基地 打走他的水晶 令到我們重新在地圖可以看到 可以再撿回水晶 從而就是跟對方爭奪水晶 令到我們勝利 現在對方用了一個UR的噴火 一下子就噴死我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抽的原因 現在我們23比26,地圖上沒有什麼搶 所以我決定去打人的水晶 我先加個Buff 然後我衝過去打他 然後打開所有技能 現在他的水晶有20個 現在被我打了幾個下來 看到對手是會集中火力來打我 所以我變了有點牽制對手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的技能現在不是很厲害的關係 所以我通常在未抽任何好東西的情況下 但是我怎樣打呢 我就是盡量去打水晶 拖延他們的時間 讓多些人去搜水晶 從而我們的隊友可以多於機會 去收拾其他水晶 甚至是利用他們抽回來的厲害的UR去打怪 看看能不能拖多幾個 現在有兩個人來搜水晶 有三個人來搜水晶 所以我們的隊友應該三個人有空行去收拾水晶 我這個打法暫時是靠隊友打法 好了,完了,看看分數有多少 22比27就輸了 可以看看成績、做了什麼 跌到沒有分數 邊玩邊說真的無法集中 剛才這個就是暫時的基本玩法 後來還會推出兩個模式 然後它有分職業系統 職業你當是一個人物 我首抽就是這個樣樣衰衰的 抽到人物回來之後 我們除了有其他的Skin可以抽之外 每一個人物都有一個齒輪的東西可以安裝 你當是一些被動技的東西 加一下Buff 最主要都是要首抽我們的技能 現在就跟大家來抽 我買了這個28天的月卡 所以我會有少少的課金金幣 可以每天抽一下 每天一抽 阿羅 阿羅 全部都是阿羅 每4小時都有一個免費交流可以抽 雖然它是免費 大家以為不會中好東西 也會有0.15%是中UR 如果你是C階 即是剛剛開始玩這個遊戲 就去刷手抽的話 你只會抽到這五個UR 因為這個叫做C階級的輪盤出現率 因為我現在打到A級的關係 所以會比大家抽的東西更多 分別有B加的東西可以抽到 B加加的東西可以抽到 以及A加的東西可以抽到 以不抽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我相信我現在打到A已經是極限了 一定又要抽東西 3000金幣你抽到36個技能 頭10抽 來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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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咦?咦? 它閃閃發光 這次不同了 SR 暗殺之門 一來就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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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未見過的東西會爆得更厲害 咦?這個SR 喂?喂?喂? UR 火焰易龍 這個是進攻型 但是這個好像是C加就抽到 大家刷手抽會看到 SR 能量蛙 目前有兩隻SR 一隻UR 看你要爆電 爆電才有出SR和UR 有電了 有電有希望 SR 咦?來了來了有電了 UR YES 這個是突進的 我認得 咦? 還沒進攻? 喔 SR 以為3UR真厲害 都不錯 有兩章UR卡 噴火光是攻擊型的院情招式 然後這個鐵甲章,得進行,有貫通效果,可以破人靈盾 一個可以拉距離,一個可以遠攻,不錯不錯 因為抽 UR 機率只有 3% 的關係,所以抽到兩個都算是這樣 只不過剛才兩個都是私階推出的東西,抽不到高階的東西 再來三千金幣,弄多兩張 UR 來 不要發光,這次大件事 這次可能只有 SR 會不會爆出來 地獄又絕把人家 沒有閃閃都會出 UR OK 有點驚喜,我就想著,哎呀,糟了,我的好運都用完了,回到非洲,怎知道又有 護士諾伊德,補血的 我們好像什麼種類都有一張 UR UR OK,這個開局,雖然我沒有拆過手侵 我純粹只存錢 但目前四個 UR 不錯不錯 剛才的粉老金剛,周圍球形狀態造成極大傷害 這一招就是一個範圍的波波 通常會去攻擊別人的基地的時候,很多人會守我們 我們用這一招一下爆出去,他們就會一群群體的傷害 打一個混戰是很好用的,而這個回血 持續回血自己20秒,最多100% 你身上如果帶了很多水晶,但又被人打死了,水晶會掉出來 所以有一個回血技能也是不錯的選擇 看到人家玩走老流,身上帶了很多水晶 然後不斷用高速的技能 而且不斷幫自己補血,令人打他不死,只是玩走老 那些角色我都搞不定,追不到 所以回血技能是有用的 然後我們還有飛行者,就是剛才我們說的角色可以抽 抽有Skin的好像比較好 因為有Skin的兩張券,沒有Skin的一張券 它寫著一定會抽到你未有的東西 某幾個角色特別好用的,你很想先要 抽上面的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抽下面的,直接獲得角色又有Skin 一舉兩得,所以我抽下面 但可不可以抽到一些攻擊型 因為我剛才有很多攻擊型的技能 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我抽中的都是這麼噁心的角色 不良少年 比其他兩個Skin來說都不差 我比較想要的是這個 這個是打一個雙折棍,近戰 忍者的必殺技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的飛行者技能,即是你的主動技 其實是有些技巧的 要玩開回避流,我自己覺得暫時未到這個地步 所以忍者來說,初期我覺得都不適合新手 反而我輸得最多的就是 要是對手用一個走路流 例如用這個女人 可以困住對手,然後自己不斷走 又或者這些輸出型直接過來瞄了我 然後他有多點時間做自己的事 這隻貓仔也好像很厲害 好,最後兩次機會 來啦 是什麼呢?女人!女人!女人! 為什麼我抽多少是男人? 最後一抽的Skin抽 我要女人啊!給我一條女人啊! 我半磚啊! 還要叫巴基啊! 叫得這個名字都不幫勁啊! 為什麼? 全部都是兒子 主角,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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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歡記得按個Like和Share給朋友觀看 如果愈多Like,我會愈快再拍這隻遊戲 還可以加入門下第一次朋友,按個訂閱和訂閱頻道 按按鈴鐺接收直播和鈴鐺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Sup!